经历就是财富 而且是钱换不来的 这才叫无价 能换来的都是有价值的 包括感情啊 各种的情 那都是买不来的 也是不那么好还的 甚至根本就 过了之后就还不清 我们正月十五的时候 还有一次兼职干嘛呢 就耍龙 这个 就很有意思 刚好那年是龙年 我知道耍狮子耍龙 这是中华的 一个特色文化 很有象征意义 去了山西的旅梁 那个大巴车啊 十二小时 去一趟再回来 大老远的我们隔省 就找了一些兼职 可能真的是过年 大家都过了想说 没有人卖力气 大冷天的 去耍的龙尾吧 知道一个龙头 一个龙尾是最难耍的 那神龙见首不见尾 你要耍出样子也很难 我们第一次 而且 真正开始的时候 前面居然少了一个人 那我们隔着两段就来耍这个 跑得很快 因为前面有顿挫嘛 就到后面总是 一下就很快 一下很慢 有的时候 很难把握这个 跟上节奏 那年就是没回家 那年就恰好发生了很多事 而且 我们除此之外呢 简直也是 去过 大连 就办的什么会员卡 很多也都是 办完之后就 没有音信了 没有几个活 连成本都回不来 所以给大家提个心 那我们去那的时候 本来都是为了 正式的职业方向 我们在早先的时候 有很多的方向 很多的包袱 都是大的 我父亲是公务员 但是那个时候 也 他的人脉关系不太好 那人情往来啊 有些不屑于他们 吃那卡药什么的 那要花三十万 那个时候才能进去 这就没进 那母亲呢 也是铁路 但是 我觉得这个很没有前途 最起码政府 还能治理一方了 然后就是 在那个前后几年 方向有很多调整 公务员呢 因为 这个 从小学习 记忆有的时候 跟不上节奏 确实也荒废了一段 因为 一些很多想法吧 有对的 有不对的 反而是 所谓的学霸 那时候一心扑在学习 什么都不想 脑子什么 都空空的 反而学历会好一点 分别经历了 公务员 没得考 然后就考村官 那年什么三支一幅啊 也有上海下降 这种 村官类似于 刚好 当年约法三章 结果学了三个月 都白学了 要求 突然要求本科了 然后应接的 还有一个什么 干脆就 从头再来嘛 又没有方向了 突然选择了这个 人事 学了人事管理自学 但是 也没有机会考 那就学到一半的时候 也不能一直学啊 不是个事 就出去闯了 去了很多地方 那我们再说 还 甚至 学过 我是一个演员 有过 这个演员吗 包括现在 自学了 那个当然也是 鸡肋骨头吧 可能也不是这方面人 毕竟明星 还是很多东西 我们看不上 那然后 还有就是 这边 感谢观看